好 请大家看到讲义 如是身心圆满堪呢 这个部分的话 上次它是属于第几个课盘 第四 第四个课盘 但是上次漏掉了 所以今天要补上去 好 请帮我念一下 如是身心圆满堪能 是从初得三摩地时 便有围猎少分献起 次见增长 至于最后而成 清安心仪尽性妙生摩他 又出为时 难可绝了后乃一枝 如生文地云 先发如是正加行时 若心清安 若生清安 身心调柔为细而转 难可绝了 又云 即前所有心仪尽性 身心清安 渐更增长 由此因果辗转道理 而能引发强盛意了 心仪尽性 身心清安 身为地里面 无浊菩萨说 如此身心圆满堪能 身心圆满堪能 就是说 已经获得了 就是真实的身心清安 就这个意思 能力 是从最初获得三摩地 第九柱心 等持心 也就是说 那这个圆满堪能 也就是说 身心清安 他的这个能力 比如说 就是能力 对不对 他的这个能力 就是从 九柱心 这个九个阶段 他是从 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开始 在于其时的相续当中 就是现前 也就是产生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能力 而言的话呢 就是说 在第九柱心 也就是说 于其时呢 完全断掉什么 就是 沉默之后 那获得了第九柱心 等持心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由于心 他的心呀 就是向 内 对于这个 上所缘 就是内设的 比较强 对不对啊 那所以呢 就是心声呢 会 比较强 比就是 经常还要 更什么呢 柔软 那然后 自在 轻松 所以呢 从这个开始啊 就已经有了什么 微裂而少分的 这个什么 立线 但是呢 他是一个 奇粗的 对不对 刚开始在内心啊 呃 产生的 所以呢 比较 微弱 那不容易啊 这个于其实 他感觉到 就是察觉到 他自己都不知道啊 那之后的话呢 他不断的 就是 嗯 串洗 这个第九柱心 那然后呢 慢慢慢慢 这个什么 他的定力啊 检测的增长 那然后呢 在心里面啊 呃 就是这个什么 之前的这个定力呢 他不断的增长 那然后呢 就是 呃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嘛 对不对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呃 身心的 这个 清安的能力呢 也同时 就是随着这个定力啊 他不断的在 呃 不断的在什么呢 就是强盛 那然后呢 呃 到了自己啊 都能感觉到 呃 心完全是自在 然后呢 就是呃 什么呃 轻松 然后呢 柔滑等等 这样的时候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 呃 呃 已经获得了圆满的 这个什么呢 心清安 那 然后 因为这个心清安啊 呃 呃 他引发了什么呢 这个呃 呃 身清安 那然后身心清安 脸肿圆满之后呢 就获得了这个 奢抹他 所以呢 就是所设的 这样的一个定 脸肿清安 所设的这个定呢 就叫做什么 奢抹他 但是呢 奢抹他和皮伯神呢 他不一定是 连主清安都所设置的 比如说 呃 奢抹他 他不一定 有这个什么 嗯 奢抹他的话呢 他一定是 心清安所设置的 但是 不一定被这个 身清安所设 比如说 呃 五色界的 呃 这些 嗯 奢抹他的话呢 就是没有被这个 呃 身清安 因为身清安呢 他是属于一种什么 属于一种什么呢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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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身处 对不对啊 他是属于一种 身的 所处的色法 所以呢 呃 五色界就没有什么的色法 所以 根本不会有什么 被这个 身清安所设的 奢抹他 好 下一段 将发如是 众向圆满 意了 清安 所有 前向 为 勤修 定 古特 企罗 于其 顶上 似重 而起 然其 众向 非 不安乐 此身 无间 即能远离 障碍 乐断 诸 烦恼品 心出众性 即 先 身起 能对质 比心 清安性 如 身文 地云 若 于 耳时 不久 当起 强盛 意了 心移近性 身心 清安 所有 前向 于其 顶上 似重 而起 非 损 脑 相 此起 无间 能 障 乐断 诸 烦恼品 心 出众性 皆得 除灭 能 对质 比心 调柔性 心清安性 皆得 生起 那第四个科判 两种清安当中 最初生行的是 心清安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两种的清安 对不对 那两种清安当中 首先生起的是 心清安 然后 因为这个心清安 的这个能力呢 在内心啊 会 在体内呢 会充满 也就是说 流变这个 风 风 在内心呢 会 充满了这个 风的这个流动啊 那然后因为 建立一个 缘故呢 就是说 会引发这个 深清安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说 意料清安 所有前项 这个前项呢 就是征兆 也就是说 获得 获得什么呢 呃 圆满的清安 也就是说 真实的 清安的这个 前兆 就是 真兆 那 仲向圆满 这个仲向呢 仲向 就是在赞文里面呢 就是千里 仲向圆满 千里有所作法 那我们用百话来介绍的话 就是说 仲向圆满呢 意思就是说 完全符合真实的 这样的一种 清安的条件 这个就是 仲向圆满的清安 然后 与其顶上 四 四种而起 四种而起 那 这个地方的话呢 呃 呃 赞文里面就是说 呃 中而起 就是 呃 接绑吧 接绑吧 这个这呢 就是 中的意思啊 绑的话呢 就是 发码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啊 呃 在一个地方坐得太久的话 那我们的脚会发码嘛 对不对啊 呃 所以呢 呃 应该要把它说成 呃 沉重的 的感觉 沉重的一种的感觉 所以呢 呃 呃 于其顶上 顶就是头部啊 四种而起 就像 什么呢 呃 手脚发麻一样的 沉重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 头里面的会 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那这样的感觉呢 呃 是我们一般在讲的 就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手脚啊 发麻一样会 呃 会不舒服 或者是会 呃 疼吗 呃 不会的 它不是什么这样的一种 发麻的感觉 就是 然 其重像 这样的状况 像就是状况 也就是说 呃 如同发麻 而沉重的 见的一个情况 像 非不安 非不安乐 那我们的头脑里面会受到不安 不安的见的一种感觉吗 不会 有头顿的感觉吗 也不会 所以 呃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征兆啊 就是 呃 这个于其时呢 当他的相续当中啊 呃 就是 已经升起了 重像圆满的 这样的一种 呃 清安的时候 就这个意思啊 那然后 极冷 远离 障碍 乐断 诸烦恼 品心 出众 出众 乐断 就是说 想要 想要断出 烦恼 障碍 想要 断出 烦恼 那我们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不 呃 什么呢 呃 不愿意啊 就是呃 面对这个烦恼 对峙这个烦恼 断出这个烦恼品的 这样的一个 呃 心里面的障碍 就是 心 出众 好 那然后 这个就是 呃 后面的身为地的 呃 就是这一段话的 宗大师的解释啊 所以呢 我们啊 就把这个 一起讲 那既然 陈伯师母他 要获得 身心清安的话 那么 两种清安当中 会最先 升起啊 那一种清安呢 如 身为地 身为地呢 五朵菩萨说 身为地当中说 在发起重向 圆满的身心清安之前 因之前的定力增长 然后呢 呃 就是变得越来越强盛 也就是说 呃 内心 呃 就是说我们体内的这个什么 呃 体内的 体内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 呃 呃 体内的这个 嗯 轻松的 就是轻松的这个感觉 呃 他就会变得越来越什么呢 越来越强盛 那所以呢 行者相续当中 会陷进一比较观察到的 就是自己 也可以容易到的 清安之前的 这样的一种征兆 因为呢 在 因为啊 就是说 我们 内心里面啊 呃 就是 在定力呢 就是没有 这样强烈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啊 身体里面的这个什么 处 他是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到的 那当在正经济修订的 不特起落 会发现自己的头部 如 如同发马 而沉重般的 一种感觉 然而 这种的感觉 不是 等听 而不安的感觉 随后就能够 远离 那这个时候啊 呃 这个 不特起落呢 就是在讲 呃 扩得第九住心之后的 见的一个 就是行者 见的一个行者 那然后呢 他就是在 呃 修订的这个 阶段呢 就是当他 他的这个 土部啊 就是说 土部呢 呃 就是在什么 呃 升起身心 清安的 心清安的 这个之前 那心里面 头头上呢 他有这样的一种征兆 呃 呃 什么样的一个 征兆呢 就像 就是 发麻而沉重一般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而 这样的感觉呢 他不是 不安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随后呢 就是说 随后的话呢 就是 就能够远离啊 就是 心清安的障碍 心清安的障碍 主要是什么 就是 欢喜 断繁导的障碍 也就是说 不喜欢 对峙这个繁导 那 呃 就是 心 灰明 呃 这样的一种 就是 心 呃 粗重 那 同时呢 就先 申起来 对峙 粗 心 粗重的 呃 心清安 还有呢 就是 呃 心 堪能性 心清安和 心堪能是一样的 是同意啊 好 第五个课法 四一 内心 调柔 清安 申起 利固 有能引发 申清安因 风 入 申中 由此 风大 片 全 申分 申出 重性 皆得 远离 诸能 对质 申出 重性 申清安 性 即能 申起 此意 尤其 调柔 锋利 片 一切 申 壮 似 满意 如 申闻 地 云 由此 申故 有能 随 从 申清安 因发 申清安 所以这两者的话呢 是 因果 关系啊 这个 因果 关系呢 它就是 在 刚开始 申起的时候 就是 因果 关系 那 已经 获得了 皮婆 舍 那之后 就 它 就 没有什么 前后的 这样一个 顺序 没有的 对 那 从 心清安 怎么引发 心清安呢 自一 内心 调柔 心安 身 心 利 故 那 然后 引发 心清安 因 风 这个 风的话呢 就是 我们 在 命中 里面 讲的 这个 气外 明点 的 那个 气 那 这个 气 的话呢 在我们的 这个 身体 当中 它是 在 外 里面 就是 一直在 流动的 那 哪 不能 就是说 哪 不能 就是说 这个气呢 能不能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 完全可以自在的流动呢 就要看我们 就是 因 透过这个修行三摩地啊 我们的这个脉 有没有 就是 把通 也就是说 颤通 对不对啊 因为这个气呢 在我们的心体当中啊 它没有办法自在的流动 或者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脉当中 有一些 就是这样 因为就是 它堵住了这个风嘛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身里面呢 就是完全 这样的流通啊 所以风 指的就是 气脉明点当中的那个气 或者是风 都是一样的 那它流动的那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所有的这个脉 它根本是一起流动的 就是这样的 那由此 声音的锁处嘛 对不对啊 声音的锁处啊 所以呢 它是比较 就是说 柔滑 然后呢 就是比较轻的 对不对啊 又是轻 又是柔滑 柔滑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风呢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流动的时候啊 就是不会损害任何的 就是脉 或者是身体的 这个部分 便一切声 那滑溢的话呢 就是这个风啊 就是完全 流满 也就是说 充满了这个风 我们身体当中啊 完全充满的时候呢 就会生起什么 啊 生清安的这个乐 如身为地域 那前面这一段的话呢 就是身为地的 也就是说 前面这一段的话呢 宗大师就是在 解释身为地的这个 什么 由此身故 有能随顺 其身 清安 就是这个 这一段 好 大家看一下讲义啊 此后呢 一心堪能之清安 生其之力 因为在内心啊 就是已经生起了 这个心清安嘛 对不对啊 就生起了这个心清安 那因为 生起了这个 这个心清安的 这个能力呢 就是说 呃 引发了 生起 心清安的 什么呢 因 因为呢 在生起 心清安之前呢 他必须要有一些 天照 也就是说 这个风流入了 自己的身体 那由此体内的风 不同的 不断的这个流动 不断的这个流动啊 那然后呢 逐渐的 流变了 全身 那当感觉啊 全身已经被 调扰的 这样的一种 风力 充满的 这个时候 自己有 这样的一个 感觉的时候啊 那 说明呢 我们已经 获得了 就是什么 也就是说 已经什么呢 进出了 这个 生起 安的 什么呢 粗重 生起 安的 粗重呢 主的就是 身体 沉重性 或者是 粗色的 不柔软的 这样的 对不对啊 那同时呢 就申起了 对质啊 生粗重的 这个 这个 生清安 还有呢 就是 生堪能性 所以 被呃 呃 生清安 呃 呃 陷起之后啊 呃 呃 不会立刻 什么呢 在行者的相续当中 升起这个什么 呃 会获得这个 呃 生清安 那在这个中间的话呢 还有一段呢 就是说 必须要这个风呢 慢慢的流入我们的这个 身体 然后呢 呃 在身体当中啊 他不断的这样的流动 对不对啊 那逐渐的 什么呢 就是呃 全身的 已经充满了 这样的一个呃 什么呢 柔滑的 这样的风的时候 那才会获得什么呢 就是 生清安 所以啊 生清 啊 生清安和 呃 生清安的这个中间呢 还有一段是什么 就是 这个风呢 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就是要流动一段时间 那最后的话呢 呃 我们的体内啊 完全充满了这个什么 呃 风的时候 就是叫做什么 这个时候呢 就 才会获得这个生清安 好 第六 此生清安 为及悦意 内生促成 非心所法 如安慧论诗云 欢喜设持 身内妙处 应当了知 是 生清安 迄今中说 亦欢喜时 生清安故 好 那 呃 先生起啊 新清安 然后呢 引发生清安 那这样的话 这两种清安的 差别呢 在哪里啊 前者是透过获得 生清安的 知力 那然后引发一种 悦意的柔软 调柔 而轻易的 体内的一种感触 它是一种触啊 就是呃 我们的身的所触 所以呢 就是生清安 生清安呢 它是 它的本质的话呢 它是一种色法 那色呢 那色呢 从色起来的话 有连种 那然后 也可以说 二十种 对不对啊 那二十种 那这个里面呢 就是色法 它是属于什么呢 色身相畏处 当中的那个处 就是我们的 体内的那个处啊 所以呢 它的本质呢 它是一种色法 而不是 什么呢 心和心所 那后者呢 也就是说 心清安的话 它是透过 第九诸心 等持心之力 那清静 也就是说 静出啊 心 出众的一种 对于所缘近的 舒适的心锁 就是透过修持 这个等持心 然后呢 依这个等持心啊 断出内心的 这个初衷 也就是说 在修行的时候 障碍的这个分歧啊 或者是 顶顶件睡眠 顶顶这些的话 完全断出的时候呢 就已经获得了什么 就是所谓的这个 心清安 那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 我们呢 就是对于啊 其实呢 这个心清安 它的最主要的障碍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内心 它 源于这个 上所缘近的时候呢 就有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一种什么 心态 有些呢 就是它 比较舒适 对不对啊 有些呢 就是不舒服 也就是说 不愿意啊 不愿意 这个善云近 自己的心的话呢 它完全 不愿意朝向 这个善的这个方向 它朝向的是 什么呢 完全是一个恶 或者是无忌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所以这些呢 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呢 就是心清安的一个 障碍 所以这些都是完全断出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 它可以自然而然的 可以什么呢 安住在一个 所缘近上 那这个所缘近上的时候 心情都非常的舒适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 心清安 所以呢 这样的一种 心所的话就叫做 心清安 那安慧认识是说 当 身所处被书性的 欢喜所摄取的时候 那 其称为 神清安 所以在这个地方说 安慧认识云 安慧认识云 什么书啊 就是三十颂事 安慧认识呢 有一本 就是 就是三十论的 那个读识啊 就在这个书里面呢 就是说 欢喜奢侈 身内料处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内心的 身的 所处呢 它被一种什么 第九柱心 所引发的 这样的一种 欢喜心 所摄取 或者是影响到的时候 那这个内心的什么呢 这个处呢 它就变成了什么 就是 呃 身清安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安慧认识呢 它引入了这个 经 一段经文啊 《切经》中说 亦欢喜时 身清安 亦欢喜时 它没有说 心清安 它说 亦欢喜的时候 就是身清安 那我们这怎么解释啊 这个呢 就是理由 当身所住啊 被殊胜的欢喜 所摄取的时候 即称为 神清安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安慧认识说 因为经 经典里面呢 佛陀就是说 以内心 生起极大的 喜乐史 由此引发了 身清安 所以啊 身清安的话呢 它必须要有一个 什么呢 心清安 所设的 建立一个 喜乐 建立一个心 所以引发出来的 所以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呢 在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说明 两种清安当中啊 首先是 心清安 然后呢 才会生起 生清安 那在 生清安 生起之前的话 必须要有什么呢 就是 透过 心清安 心清安 所生起的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 就是一种特殊的 出生的建立一个什么呢 就是喜乐的 这样的一种心 那然后呢 才会有这个什么 生清安 所以 两种清安的 这个什么 差别呢 也就是在这里啊 两种清安的 差别 也就是说 生清安的话呢 它的本质是色法 那 心清安的话 它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 心法 它是一种心索 好 那第七的话呢 身心清安的 连种乐 也就是说 有连种 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 身清安的乐 身清安的乐 就是有连种的乐 那连种乐 它先生起 哪一种呢 所以就讲到了 第七个课吧 此身清安 最初生时 由锋利固 身中 献起 最极安乐 由此因缘 心中 喜乐 转更圣妙 连种清安中 先生起 心清安 然后 生起 心清安 但在 心 生清安的 连种乐 当中 先生起 就是 生清安的乐 然后呢 会生起 引发 心清安的乐 所以 连种乐呢 首先是 生清安的乐 然后 就是 心清安的乐 就是这样的 就是反过来嘛 对不对啊 跟这个 清安的 角度来讲的话 这两种的 生起的 次第的话呢 就是完全是 相反的 那为什么会 这样生起啊 因为 当 在体内 生清安 最初 生起的时候 对 但在 行者的 相续当中啊 身清安 最初就是 刚刚 生起的时候呢 因为 不管是 已 生起 或者是 刚 生起啊 都必须 这个所谓的 身清安呢 都必须是什么 心清安 引发的 对不对啊 必须要有 心清安 引发 那怎么引发 心清安 生起之后 立刻会 生起 生清安吗 这个也不会 中间呢 还要有一个 什么呢 就是 就是我们的体内啊 就是风的 那个 流动 这全身 必须要什么呢 充满这个 什么 柔滑的 那个风 所以呢 刚生起的时候 由于风 流散于全身 由此之力 现在体内会 现起 非常快乐的 一种感觉 就是体内啊 又建立一个 什么呢 快乐的感觉 那说明什么 这个时候 灵 那就是什么呢 生 感到了快乐 就是 生清安的 这个乐 是先生起的 生清安的乐 是什么样的一种乐啊 生清安的乐的话呢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乐寿的话呢 其实乐寿呢 它总结的话 就是有两种啊 第一种的话呢 跟 怎么讲 就是根支 就是根支的乐寿和意知的乐寿 就是有两种啊 那首先生起的是什么 根支的乐寿 也就是说 这个风的话呢 在这个体内啊 完全流动 那畅通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我们的这个心 就是身体啊 身体呢 就是作为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种 身呢 它作为一个什么 不供的真善缘 那然后会产生什么 就是 身支 身支呢 它当然是根支嘛 对不对啊 所以呢 这样的身支的眷属 同时生起的这个乐的话呢 它就是一种什么 就是在这里讲的 就是 属于根支的一种乐 那然后的话呢 然后呢 就是由于身感到了快乐 那所以呢 随后内心也会 显起一种 更甚的乐感 因为身感到了快乐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内心呢 也会产生一种 出生的建立 一种感觉 所以啊 这连种乐呢 它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样升起的 先呢 身感到快乐 感到舒服 那然后心感到快乐 就是这样的 好 那所以呢 就是说 身心 清安连种的乐当中啊 先升起 先升起 身清安的乐 然后再升起 心清安的乐 但是呢 身心清安连种啊 当中 先升起的是 心清安 然后升起的是 身清安 就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让大家看看 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啊 好 好像没有啊 那没有的话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就讲到这里 阳 mud próximo